好了 那么这个案例中我们来学习一下 Polygo Flow Tools Box 2 如何与这个FilmFX来结合 首先呢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FilmFX向上滚动的这个烟和火 我们创建FilmFX辅助对象 FilmFX创建一个FilmFX的发射区域 大约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透视图创建 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先来调整一下视图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简单的发射源 辅助对象FilmFX SimpleSRC 在当前透视图的中心位置 也就是世界坐标的中心 来创建这个发射源 OK 创建好之后将它拉上来 同时呢进入修改面板 将它改成cylinder 调整一下它的半径 OK 好这就是我们要的发射源了 稍微有点粗 再让它矮一点往下一点 OK 确认它位于整个体积内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呢 需要选择当前的这个 发射区域 打开FilmFX UI 打开预览面板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让它的这个精度 数值大一点 也就是精度差一点 设置输出通道 我们在这里输出 Velocity速度通道 只有输出了速度通道 才能够让当前的这个 FilmFX产生的流体 被这个Polygo Flow接受 OK 好 输出位置我们默认 0到100帧 模拟这里我们也尽量默认 把这个位置给到0.1左右 让它有一定的紊乱 同时呢 我们不要让火和烟出去 我们将这个blocking都改成both 这样的话 这个流体区域 一旦流体上来之后 会在区域内来回的运动 不会出去 火热的稍微多一点 燃烧率降低一点 OK OBGSRC中拾取简单发射源 这个发射源还是略显有些大 我们再把它调小一点 瘦一点 小一点 往下一点 OK 选择流体发射区域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进行模拟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烟恶火就出来了 我们将这个效果改成球形 再看一下 球形要略微好一点 好 我们就要它是这样一个效果 不要让它出去 就在这里 好 播放弄化 大家看 这个流体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为了在视图内能看到 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视图 在视图里面呢 我们让它 将Reduce值提高一点 显示火和烟 降低 OK OK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效果 OK 好了 由于我们输出了速度通道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FumeFX关闭 按下6 打开粒子视图 拽一个 Fedix Flow进来 标准的动力学流程 将仓库区放小一点 出生 我们使用 我们将 这几个项目 先拉下来 放在底部 当然显示也放下来 然后同时复制一个 把它放在顶部 OK 放顶部这个 我们让它显示成点 使用FumeFX Birth 替换Birth Grade 拾取它的线框 0帧发射100帧结束 出生率先给它200 然后我们拽一个 FumeFX Follow进来 OK 也同样拾取线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将烟和火 在视图里的显示 关闭 Enable Display 播放的话 可以看到 粒子已经 有了烟和火的效果了 OK 好 现在呢 我们需要让它 过一段时间 受重力掉下来 我们先把顶部的这个 给一个外形 要不这个外形 我们看不到 显示成几何体 Geometry 播放的话 大家看 粒子比较大 将Geometry的大小 给到1 好 播放的话 大家看 这个流体就已经出来了 流体状态的粒子 我们让它到了大约 70帧左右掉下来 所以这里我们加一个 Edge Test的年龄测试 同时把它播到地零帧 给到70 不要任何的变化值 让它70帧直接掉下来 进入到动力学世界里面来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这样它就掉下来了 但是大小不一样 我们把大小Copy 直接Paste the Instance 然后将原始的这个大小 删除掉 将颜色改成红色 看得清楚一点 这样的话 红色的这个粒子 就会逐渐的掉落到地面下 产生堆积 时间不够我们放长一些 由于FilmFX的Follow 只能100帧 它只跟随了100帧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让它稍微多一点 这里有Smoke Fire 我也都给它勾上 大概这样就慢慢的掉下来了 我们需要 不要按粒子的年龄 因为粒子年龄在出生 我们让它70帧的时候 统一都掉下来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将Particle Age 改成Absolute Age 大家看70帧 就全掉下来了 OK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效果 我们当然也可以让它100帧的时候 才掉下来 再往上多一点时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播放的话 我们把时间改成实时 一倍速度 确定 再来播放 大家看 这样它就掉了下来 而且掉下来的时候产生了堆积 大家看 完全有这种堆积的粒子出现 好 这就是FilmFX如何与这个当前的这个粒子来 Polygo Flow Tools Box 2来结合 那刚开始粒子具有FilmFX流体的状态 最后呢 又把它归回到这个动力学的粒子效果来 OK 好 那么与FilmFX的结合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